昨天我們在Lincoln 開車 開了三個小時 三個半了 然後在酒店住了一晚 今早我們就走了出來 去做什麼 大家好 我們現在新在倫敦 搖身一邊 昨晚在Lincoln 開車 開了多久? 三個小時 對 開了三 都不止了 三個半小時 來到倫敦 我們在溫布頓那邊住了一萬酒店 今早呢 坐Veris 再加這個Underground 然後就過來現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呢? 召費? 我們來給人召費 因為我們申請這個BNO Visa 就一定要經過召費這一趟 我們就還未做的 整個過程我們只欠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這個Visa Medicals 建築的旁邊 我們早了半個小時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看看可不可以驗 驗完之後再跟大家交代一下過程是怎樣的 好 待會再見 大家好 好了 先說回我們驗費的那件事 其實已經換了衣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天驗完費實在太累了 因為我們約了朋友搞到很久 我們還沒錄到 已經是隔了一天了 我們先說回驗費的那件事 首先我們在倫敦那間叫做Visa Medicals 做驗費 那怎樣預約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你知道在英國政府的網頁找回他的Approved Clinic 那他就有幾間是做Visa的 那我就選了其中一間 email跟他說 我想做驗費 然後他就問你想什麼時候? 那就通知我們要戴什麼 其實很簡單而已 我們只要戴我們的Passport 然後再補一些資料給他 然後就等了 等的期間呢 有人受到我們用這個3的電話卡 那他就問我們 咦?你是不是香港人? 是啊 那我們就認識到有些朋友 都是LOTR去到英國要做驗費 都挺多人是同一天驗費 我們每天都遇到四、五個香港人 有四、五個香港人 那有一個在…說是住在列斯 有兩個就住在倫敦 那住在倫敦那些就沒想到住在哪裡 他都在這裡遇到 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那整個流程是怎樣呢? 去到填表 然後坐在一個waiting room那裡等 等他喊你的名字 那跟著他喊我們的名字 我就已經進去驗費了 首先就是他先驗的 然後就到我 他驗完出來說 他射了我兩次 他第一次不行 然後再拍多一張 然後我還說 咦? 為什麼買了送的這麼划算? 怎知道我那時候 他照了我五次 然後他說 不好意思 機器壞了 好像拍不到 你中了輻射 他中了五次激光 五次輻射 然後最後拍到 然後拍完之後 就回到Rating Room那裡等 下一個醫生就會找你 然後就跟你做什麼呢? 量度高磅重 問一下你有沒有 之前有沒有肺病 家人有沒有肺病 那些歷史 還有問你有沒有發燒 病痛 近期 他還有查menu 就是用人手 幫你聽一下肺的聲音 對 基本上都很簡單 就不是一些很深奧的英文 我們都可以處理 之後就再出去 Rating Room那裡 再等 再等 對 等完沒問題 接著就通知你 給你一個護照 就付錢 接著就離開 他會問你那個報告 你是想去那裡拿 還是寄給你 我們就選擇寄給我們 應該就兩天後 他就會寄給我們了 那之後我們收到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就 approve 如果有問題的話 他就會通知你回去再驗國 或者再抽一些組織來做化驗 但是我猜香港人應該多數都沒問題吧 對 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價錢就200磅 一個人 一個人 對 我們兩個人就400磅 嗯 那不收cash 只是可以錄卡 那這樣要注意 如果你都需要去英國驗廢的話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我們這條片 那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Like Stria 還有 Comment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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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